今天要为你解读一本非常有趣的心理学著作 书名叫《人性实验》 顾名思义就是对人性进行实验 乍一听你可能会满脸的疑惑 我们平常总说人性复杂 人性蓝策 人性经不起检验 那怎么人性还能拿来做实验呢 这种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结论可靠吗 还有拿人性做实验 会不会面临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 我们都知道 做实验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 它通过设置自变量和因变量 来研究某个化学元素或生物细胞 在特定条件下的性状变化 后来心理学家也借鉴了这套方法 把实验手段运用到心理学研究当中 也就是把人作为实验对象 这些人简称被试 心理学家把被试人员 安排在一个事先设定好的情境当中 在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 通过这种方法来探索人性的奥秘 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实验 人是有思想 有情感 有个性的 这也就意味着 人的言行举止和情绪 会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一个设计合理的心理学实验 会尽可能地排出干扰因素 确保实验结果的科学性 这本书的作者 库尔特弗雷和艾登格雷格 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心理学学者 他们从那些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中 精心地挑选出28项研究 对这些实验的前因后果 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评论 既为我们揭开了心理学实验方法的谜题 也介绍了很多新奇好玩的心理学观点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心理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实际 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 相反 他们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 许多实验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更好的解释现实世界里的 重大困境和挫折 比如纳粹分子为何会参与大屠杀 种族歧视为何会发生等等 他们通过一系列设计 把现实困境搬到了实验场所里 这二十八项研究 对应了很多心理学的难题 比如 在人群中 人会感到更安全吗 成为盲从的人 有什么好处吗 为什么有的情境 会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威 甚至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 在紧急情况下 目击者越多 提供帮助的人就会越多吗 为什么有的人 在互联网上 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却不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在一起 说别人的坏话 能够迅速地拉近 与他人的距离 等等 限于时间 我没法把每个实验 都为你介绍一遍 我从书里面拎出了三大主题 我会围绕这三大主题 把相关的实验串联起来讲解 第一部分 谈何为真实的人性 以及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去作恶 第二部分 谈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去行善 第三部分 谈人在群体之中 会有哪些行为特征 首先 第一部分 让我们回到一个古老而严肃的话题 那就是 真实的人性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以及 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去作恶 害人 我们都知道 关于人性的本质 古往今来 众说纷纭 有人说人性善 有人说人性恶 也有人说 性善和性恶都不对 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 那么什么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呢 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圣经里的堕落天使 路西法 路西法原本是上帝身边的天使 但他后来率领其他天使 反叛上帝 最终被上帝逐出天国 堕落成为魔鬼撒旦 堕落天使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隐喻 那就是 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由天使变成恶魔 有时候只是一瞬间的事 这种现象 后来被命名为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效应的提出者 是斯坦福大学的 菲利普金巴多教授 他是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 他曾经做过一场非常有名 也备受争议的心理学实验 那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 他在学校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 让24名心智正常的志愿者 分别扮演狱警和犯人 那些扮演狱警的志愿者 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大学生 但在特殊的环境和身份要求下 他们迅速改变了性格 变成了残暴的统治者 他们用各种方式 折磨扮演犯人的志愿者 这些临时的犯人 在狱警的淫威下 从拼命反抗 变得越来越顺从 这个实验 原本计划实施两周 但只进行了六天 就被迫停止了 这是关于人性善恶 转化的一个经典实验 毫无疑问 这个实验 对被试人员的身心 都造成了巨大伤害 因而遭到很多伦理方面的质疑 暂时抛开这些质疑不谈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人性中恶德一面 他提醒我们 千万不要高估人性 要随时提防 人性中的恶魔被释放 与斯坦福监狱实验齐名的 是美国心理学家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做的电击实验 也被称作服从实验 实验的结果 同样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实验发生于耶鲁大学 1963年 米尔格拉姆 当时是耶鲁的一名 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助教 他为什么要设计这项 后来备受争议的电击实验呢 他最初的目的 其实是想要了解人 接受命令 服从权威的程度 而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 是因为他在两年前 看到纳粹战犯 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过程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 是对犹太人大屠杀 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 但在审判过程中 他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 说一切都是奉命行事 不只是艾希曼如此 在更早的纽伦堡审判当中 很多参与过屠杀 犹太人的纳粹分子 也都认为 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批评家汉纳·阿伦特 为此提出了一个平庸之恶的概念 他说 大屠杀那样的暴行 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犯下的 他们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然而 这些战犯 真的只是无辜地执行命令的人吗 米尔格拉姆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一开始 他认为这种对命令的盲目服从 跟德国人的性格有关 是特定文化下的产物 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服从实验 试图弄清楚 人在服从命令时 到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或者说 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轻服从的倾向 具体的实验过程 就是让招募来的背试人员扮演教师 让他们对答错题的学生进行电击惩罚 电压从15伏到450伏 共有30个档位 每一档提升15伏 学生答错的问题越多 电击的强度就越大 当然这些学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托 他们坐在背试隔壁的房间 被绑在一张电椅上 实验过程中 他们会故意答错问题 来测试背试会不会加强电击 他们在被电击后 会故意痛苦地尖叫 或者垂打墙壁 或者假装晕厥 在这个过程中 背试能听到他们的反应 在实验开始前 米尔格拉姆是这样预测的 他说 很少会有背试实施中等程度的电击 更不用说强烈的电击了 只有一小部分有病的人 才会对别人实施 极端强烈的电击 但后来的实验结果 让他震惊了 尽管这些背试 通常会在学生痛苦尖叫后 反对继续电击 甚至想要退出实验 但是当主事官明确要求继续之后 背试人员 大多都会服从命令 继续下去 最后的实验结果是 所有背试都实施了240副以上的电击 87%的人实施了300副以上的电击 65%的人实施了最高等级 也就是450副的电击 他们因为服从命令 用极端残忍的方式 惩罚了那些仅仅是没有答对题的学生 在实验过程中 大多数背试都表现出了不适 恐惧 不情愿 或者是愤慨 但也有少部分人表现得非常平静 这个实验后来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人们突然意识到 在一个人身上 善与恶并非截然对立 不能共存的 在一个冷漠固执的权威人物的怂恿下 普通人也可能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情 用米尔格拉姆的话说 只要是权威人士下达的命令 不管内容如何 是否符合良知 绝大多数人都会服从 纳粹分子并非天生就是杀人狂魔 但因为对领袖的盲目效忠 他们最后都成为大屠杀里的凶手 小说家冯内古特曾说 如果我出生在德国 那我可能也会成为纳粹分子 到处殴打周围的犹太人 吉普赛人和波兰人 即便如此 还认为自己拥有善良的内心 斯坦福监狱实验 和耶鲁奠基实验都表明 人的行为很容易受外部情境的左右 有些时候 道德和理性的作用会失灵 人会丧失自我意志 丧失价值判断能力 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其实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 那样强大和自由 我们并不总能完全掌控自己 所以防范坏的制度环境出现 是防止天使堕落成魔鬼的必要前提 好 谈完人性中的恶 第二部分 我们来讨论一下人性中的善 看看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愿意帮助别人 或者说 人的利他行为 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 人在什么情况下 不太会去帮助别人 这种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常见 比如 上世纪六十年代 发生在纽约皇后区 那桩轰动全美的杀人案 一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 在凌晨回家途中 被歹徒用刀刺死 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 这名女士大声地求救 周围的楼房有三十八个人都清楚地听到求救声 但是没有一个人下来救她 后来有一位老太太报了警 但那时已经于事无补 最后那名女士惨死在雪坡之中 舆论在评价这类社会冷漠症的时候 一般都会说这是人性异化 道德滑坡 但是心理学家便没有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次 而是尝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旁观者的真实动机 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不去介入 不去伸出援手 在纽约皇后区的命案发生后 美国的心理学家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了一个旁观者效应的概念 就是说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旁观者越多 任何一个个体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介入的速度就会越慢 具体到这个案件中 旁观者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 当他们看到别人没有提供帮助 可能会以为现场的情况没有那么紧急 比如可能误以为那是情侣在吵架 要知道 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去提供帮助 很可能会带来双方的尴尬和难堪 第二 当时有的旁观者也担心会出事 也想报警 但是当他们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围观 猜想肯定已经有其他人报警 也就没有必要再采取行动 这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判断失准 第三 是因为责任扩散 也就是说 帮助的责任会扩散到所有的目击者身上 旁观者越多 每个个体身上的道德义务就越小 最后 还有对现实利弊的权衡 如果去救人 可能会导致自己受伤 也可能会因此卷入一场冲突 被警察调查 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旁观者的心理活动是极其复杂的 这两位心理学家为此做了一个实验 把被试人员带到一个房间里 然后制造了一个 癫痫患者突发疾病的假象 以此来测试被试的反应 实验结果是 当被试知道 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他们为癫痫患者提供帮助的概率 要低于只有他一个人在场的时候 当旁观的群体规模越大 被试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 后来又有心理学家做了另一个实验 被试人员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 填写调查表 一位年轻的女性研究者 在风发完表格后 假装去另一个房间取材料 随后那个房间传来的书柜翻倒的声音 还有那名女性痛苦的呻吟 她哭着说 哦天哪 我的脚踝动不了了 我觉得她折了 其实这些声音是提前录制的 这名女士到另一个房间之后就开始播放 实验的结果是 当只有一名被试在场的时候 70%的被试都提供了帮助 而当同时有两名被试在场 则只有40%的两人组中的一个人提供了帮助 而当两人组中的一个人 是故意不提供帮助的假被试的时候 只有7%的真被试提供了帮助 可见旁观者效应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那么除了旁观者的数量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人的助人行为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人的情绪因素 在一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在公共电话亭里放了一枚硬币 那些幸运地捡到这枚硬币的人心情愉悦 他们会更倾向于帮助不小心掉了东西的路人 另外有研究者发现 向神父忏悔钱的天主教徒 通常会比向神父忏悔还的人捐赠更多的钱 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认为 这是因为忏悔钱的人内心充满了负罪感 而忏悔后的人负罪感得到释放 捐赠是释放负罪感的一种方式 当然天气也是影响情绪的常见原因 有人发现 人们在晴天时给的小费 要比阴天或者雨天时更多 其次是性别因素 有心理学家发现 男性通常会比女性更乐于帮助陌生人 尤其是有旁观者在场 帮助有一定危险性 或者需要帮助的人是女性的时候 情况更是如此 被帮助的人的性别同样重要 比如有人发现 驾驶人员在高速公路上更换轮胎 如果驾驶员是女性 那么会有25%的汽车停下来帮忙 而如果驾驶员是男性 那么只有2%的汽车会停下来帮忙 可见性别因素也很重要 再者 是与需要帮助的人的相似程度 比如在美国 种族差异是人的显著特征 根据研究者的观察 便利店的白人店员 在发现顾客没有代购足够的钱的情况下 如果顾客同样是白人 那么至少在2%的情况下 会把商品卖给顾客 但如果顾客是黑人 尤其是黑人男性 那么只有1%的概率会卖给顾客 作者认为 这可能不是种族歧视 而是人们会更倾向于 帮助与自己相似程度更高的人 也就是说 如果店员是黑人 那么在顾客没有代购钱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 把东西卖给黑人 最后 是否帮助别人 还与人的匆忙程度有关 达利还做过另一个实验 他从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 招来了一批学生作为背试 这些背试在去往指定的实验地点的路上 会遇见一个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人 这个人是研究者事先安排好的 每名背试的时间匆忙程度不一样 实验结果是 在低匆忙程度下 有63%的背试会上前帮助这个人 在中等匆忙程度下 有45%的人提供了帮助 而在高匆忙程度下 只有10%的背试提供了帮助 你看 这样一个小小的情境因素 也会成为导致人们行动差异的原因 这可能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很多时候 人性的善与恶在一念之间 前面说 天使可能堕落成魔鬼 那么 人有没有可能由恶变善呢 著名学者斯蒂芬·平克 曾经在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这本书里详细地论证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是不断向善的 而在《人性实验》这本书里 作者也提出 人们在大规模群体中 潜在的善意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认为 这种善意来源于一种移情的能力 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的善举 或者说利他行为 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 利他同样是出于某种自私的动机 比如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感谢 获得人脉资源 避免内疚感等等 但作者认为 人的移情能力被激发之后 就能够对他人的痛苦和苦难 感同身受 这时候 他们帮助别人 并不是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 他们的最终目标 可能就是造福他人 这种解释 大概会让我们对人性 有更多的信心 好 我们刚刚说了害人和助人 这两种行为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是偏个人化的 第三部分 我想回到群体 看看人在群体当中会有什么好玩的行为特征 古人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旦有群 就会有群内和群外 圈内和圈外之别 在群体内部 人们讲究的是凝聚力 忠诚度 荣誉感 而在群与群之间 只会存在竞争 冲突和歧视等等问题 我们都说 人是群体性的动物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人的群体意识 是如何被塑造的 人为什么会对群体 有认同感和忠诚感呢 构成一个群体的最小公约数 是什么 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 塔吉菲尔等人 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招来了64名 14、15岁的男孩做被试 这些男孩来自同一所学校 彼此之间很熟悉 在实验构成中 实验人员把40个 不同数量的光点组合 投射在屏幕上 每一个男孩被要求估算一下 其中一个组合的光点数量 然后实验人员会假装 给这些孩子评分 告诉他们是高估 还是低估了光点的数量 然后把这些孩子 分成高估者和低估者 两个组 分组完之后 这些学生 被要求在另一个游戏中 为所有的被试人员 分配奖励和惩罚的金额 结果发现 绝大多数被试的学生 为自己组成员分配的钱 要比给另一组的多 你看 高估者和低估者 是两个临时组成的群体 高估或者是低估 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意义 它具有很强的随机性 但就是这样最简单的差异 也足以把人区分开来 这些孩子在实验过程中 自动地产生了群体意识 会去关照群体内部成员的利益 这确实是一个 让人惊讶的结果 好 说完构成一个群体 所需要的最小差异 我们再来看看 群体之间的歧视和冲突行为 又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都知道 北美土地上的 种族歧视问题很严重 这种局面 已经持续了400年 1968年4月4日 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 遇死身亡 爱荷华州的一名三年级教师 简·艾略特 在看到这个新闻后的第二天 为了让学生意识到 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 他在班上做了一个实验 他煞有其事地 对那些八岁左右的孩子说 蓝色眼睛的孩子 要比棕色眼睛的孩子 更优秀 因为退黑素 会让人的眼睛变蓝 也会让他们更聪明 更善于学习 然后 他让蓝眼睛的孩子 在中眼睛孩子的脖子上 围上一条棕色的领巾 让他们变得更有辨识度 接下来 他宣布蓝眼睛的孩子 将获得一些特权 比如 他们会坐在教室的前排 午餐的时候 食物会多一份 并且享有额外的休息时间 还可以喝教室饮水机里的水 而这些特权 中眼睛的孩子都没有 当天 孩子们的行为 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蓝眼睛的孩子 变得更快乐 更活泼 并且对中眼睛孩子的态度 开始变得傲慢 专恨 甚至产生了一些敌对的行为 与此同时 中眼睛的孩子 变得孤僻 胆怯 顺从 他们在操场的边缘 挤做一团 感到羞愧和愤怒 他们的学习表现 也突然变差 第二天早晨 艾尼特改变了态度 他说自己撒了谎 事实上 中眼睛的孩子 比蓝眼睛的孩子 更优秀 于是 前一天的情况 发生了神奇的大逆转 实验结束后 艾尼特向孩子们 说明了实验的目的 以及希望他们 懂得的道理 这一个人性实验 让孩子们感受到 受人歧视的感觉 也让世人明白 群体歧视的产生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在权威人物的 简单引导下 眼睛颜色的差异 就足以让两个群体 产生敌对 那么 其他更明显的 比如说 肤色 国籍 宗教 性别 职业 社会阶级 等等 这一类的差异 则更容易产生 社会歧视行为 这是我们需要 高度警惕的 当然 群体不只是带来 歧视和对抗 它也能给人带来 荣誉感和归属感 关于这个问题 心理学家也做了 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并提出了 沾光效应 和撇清效应 两个概念 意思就是说 当你所属的组织或者是地域 比如学校 公司 城市 家乡 发生值得炫耀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对这个群体表现出更多的认同 也就是所谓的沾光 而当他们发生负面新闻的时候 你会倾向于和他们撇清关系 有心理学家在美国的七所大学调查发现 当一所学校在最近的橄榄球比赛中获胜的时候 学生会更倾向于使用我们来描述 比如说我们赢了 而在学校输掉比赛的时候 学生则更倾向于使用他们来描述 比如他们输了 与此同时 如果学校赢得比赛 那么穿着标有学校 或者是球队名字衣服的人就会增多 相反 如果输掉比赛 则会减少 这种微妙的群体心理 被心理学家们精准地捕捉到了 确实很值得玩味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期音频的主要内容 我们谈到 心理学实验是通过情境设置 来考察人的心理动机和行为规律 通过心理学实验 我们认识到 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的种子 善与恶的转化 常常被复杂的情境因素和个性因素所左右 人既可能因为盲目的服从权威 而变成嗜血的魔鬼 也可能因为怡情 而变成善良的天使 而我们所需要做的 是更多的培养怡情的能力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人性也必须放在各种社会关系 放在群体生活中去考察 心理学实验让我们看到 群体划分可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并不一定都是理性考虑的结果 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会有一种天然的偏好 这有利于群体的建设 但也可能因此导致群体之间的歧视和对抗 这同样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我们常说人心隔肚皮 好像你永远没法猜透别人的想法 但是听完这本书 你会发现 无论是个体心理还是群体心理 都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生活 也就必须遵守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 最终会形成许多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透过这些有趣的心理学实验 我们得以更深刻地洞察人性的奥秘